来啊 太美 来找我玩啊 玩 我来啦 大家好 我是大魔法师周欣欣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因为她会被我控制 《奔跑吧》第十一季今晚首播 奇幻魔法世界的大门已为你敞开 你准备啊 《奔跑吧》第十一季 已经正式与大家见面 第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城市追击战 看两对成员在城市当中不断追逐 这种感觉还是蛮过瘾的 这期节目的游戏环节也设计得很不错 在整期节目当中 荡秋千的这个环节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谁看了周深会不心疼呢 作为追击队第一位上场的成员 被李晨、范澄澄、秋千式发射了出去 用腿锁住郑凯 结果失败 快淘汰了 还被木桩上的成员们荡来荡去 被荡秋千的神神委屈大喊 他们玩我 简直实惨 太惨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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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狠了 他在旁边玩我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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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都看见了 没关系 里面最有攻击力的专是我 厉害 哎 嘿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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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本宝宝累坏了 手都红了袜子都掉一半了 之前有人说周深的身体当中 蕴含了巨大的能量 这期节目周深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所有人 上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周深展现了强大的臂力 他很像小猫 虽然看起来很可爱 但自身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在节目播完之后 周深那倔强的神态 依然留在我脑海 从周深身上看到了 最初跑男这个节目的那种跑男精神 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 都会竭尽全力去赢得比赛 而且自从周深参加了跑男之后 他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得很认真 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 制造了一个个的精彩时刻 拉满了综艺感 制造了精彩的看点 你要愿意去走进一个人的心 其实是很冒险的一个事情 但是来到跑男我发现 这里的开心 这里的情意 愿意让你勇敢地去做一件冒险的事情 每天 阳光清爽的样子 平静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手足无错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紧张聚粗的样子 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 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 开心手无阻导的样子 你阳光清爽的样子 平静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说实话 在看完第一期 周深的表现之后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下一期节目了 周深说 努力才是最牛的魔术 于是 他又努力创造着实力 用实力创造着巅峰的成绩 21号 QQ音乐接下了2023年 第一季度巅峰榜榜单 周深以1096次上榜次数 33次巅峰冠军 90天新歌榜 连续再榜的成绩 进入第一季度 十大艺人榜 而歌曲《灵牙之旅》 以23次上榜次数 7次巅峰冠军 7个巅峰榜单的成绩 进入第一季度动漫单曲巅峰榜 歌曲《祈愿山海》 以69次上榜次数 4次巅峰冠军 九州游戏音乐榜 连续再榜的成绩 进入第一季度游戏单曲巅峰榜 同时周深演唱歌曲《灵牙之旅》 和《易游在》 分别获取《华语音乐青春榜》 第二名和第五名 作词人武庆评价《灵牙之旅》 这首歌就像星辰柔光 洒到脸上一样 淡淡的温柔 让人在清醒间保持铭记 说唱歌手兼制作人 贺连长红评价《易游在》 歌曲前奏一开始 就让人有了背景故事代入感 周深标志性的人生 听感和热血的编曲 让人对这首歌和歌曲背后的故事 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首好歌对于画面感来说 这首特别好 恭喜周深 期待更多人喜欢周深 他会用歌声带你进入不同的世界 好了 刚才说 希望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 对不对 那我就不贪心 我要三个愿望吧 三个愿望也挺多的 那就是一 我希望能够天天和你们见面 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们大家都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第三个愿望 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 心中最亮的那一束焰火 也可以成为别人那束焰火 因为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最喜欢的自己 我们就是最美的 歌手周深 由人民日报 咪姑和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共同发起的 世界地球日 为地球留住美好活动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低碳出行 垃圾分类 检用塑料 保护冰威动植物 保护野生动物 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更加美好 平静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手足无措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紧张聚粗的样子 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 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 开心手无足道的样子 你阳光轻松的样子 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少足无措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汽车的样子 你直面的样子 你做饭的样子 感谢观看